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桃园的扬眉警分局出了一位警戒之花 他的名字叫钱佩君 外形亮丽 而且常常成为众人的注目焦点 虽然年纪轻轻的 但是呢 他经历不长 可是已经打败了不少的这个前辈 然后获得了这个相当的这个桃园县警察局的柔道赛的女子组的冠军 拔脚一块双手扣押 年仅21岁的钱佩君 入行一年在警戒还算菜鸟 不过他的柔道身段可以轻松将学姐制服不动 让前辈都很佩服 每天要做一定的热身的程度 就是要前滚翻 压子走路 伏地挺身 仰卧起坐 之类等等 然后柔道训练完之后还要跑3000公尺 外表白进了钱佩君 去年20月才开始接触柔道 不过就已经拿下桃园县警察局柔道赛的女子冠军 反应快斗志强 是所有和钱佩君交手过的学长姐一致的评价 意志力 用意志力去撑过去 不然就是教官有教说 下课之后可以用热水去泡脚这样 会比较舒缓一点点 虽然每天苦练柔道 练到四肢疼痛 不过钱佩君表示 如果能用在保护民众的安全 再辛苦也值得 中文天新闻简直风书暗晴 谈报道 下词 结束 下词